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现任国际金融论坛主席 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 博士生导师 1981年 已经在化工领域 各有建筑的程思威 改换专业 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就读管理学 成为大陆最早获得 MBA学位的学者之一 此后 他努力将风险投资的概念 野入中国 为风险投资 做出了奠定性贡献 被业内人士 成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你们非常有幸地 问您请到了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陈苏维教授 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陈委员长非常欢迎您 你好 陈委员长 我知道其实您 祖籍是这个湖南乡乡人 对 那么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您是和家 就是家里面的人 辗转到了香港 对 然后后来在16岁的那一年 您是毅然决定 要回到大陆 当时是为什么要做 一个这样的决定呢 我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我是1935年出生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就全家到了香港 然后呢 这个日本占领香港以后 我们又到了重庆 抗争战争胜利以后 又回到北平 那48年又到香港 然后我51年 一个人回到这个广州的 其实呢 这里头呢 主要的是 我比较 我这个家庭来说 它是 我父亲是搞新闻的 所以他是北大文学系毕业的 我母亲是留法 学法国文学的 所以家里这个 文学的气氛很浓 我那时候呢 就比较喜欢看这个 巴金啊 毛顿啊 鲁迅的作品 那我到香港 这个第二次到香港以后 进的学校是香岛中学 是一个左派学校 那么 这个时候我就受这个 文艺作品的影响嘛 特别是巴金的家 对我影响最大 巴金家里有三个人物 一个叫决心 一个叫决民 一个叫慧 前两个都向旧势力屈服了 只有决慧呢 依然离开了家 这是当时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那是左派学校 我就 在学校里 是秘密地加入了这个青年团 当时叫做新民主义青年团 那广州解放以后呢 南下的干部 不会讲广东话 没有办法做群众工作 所以当时就从香港 动员了一批人回广州 所以我回到广州以后 就进入叶剑英为校长的 南方大学 学习四个月 然后出来就到省总工会 广东省总工会 去做工人的工作 因为你要不会讲广东话 没办法跟工人打交道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经过 所以您16岁那一年 一个人回到了广州 那个时候之后 还有没有跟家人 再有过任何的联系 是这样的 就是我回到广州以后 基本上就跟家里没有联系 但是当时因为有些同学 还在香港嘛 那么他们家里通过他们跟我 还有一些联系 后来多久的时候 终于才会见到了家人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父亲他们 我父亲母亲带着两个妹妹 是52年就去台湾了 所以那以后就根本 没办法联系了 就是51到52那段 我在香港一些通过 在香港的同学 还有些联系 那么一直到1972年 我小妹妹程路西回国 她当时在美国 是保调的积极分子 那么她回国呢 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那么她当时提出要找我 就这时候才联系上 所以一共隔了21年 21年 20年之后那个时候 我见到妹妹的时候 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当然是百感较急了 因为毕竟从她那儿 我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 父亲身体还健康 而且在台湾又重新创办了 当时在世界新闻传门学校 我还是很高兴了 对吧 但那母亲去世消息 也确实非常难过 因为没有能够在她身边 是吧 当然那个时候呢 另一方面呢 说句实话 也不大敢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因为毕竟那时候 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1972年吧 是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反正是 就是百感交集吧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也没有 说是过于流露 太多的流露 是 16岁在您的人生当中是一个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 刚好是在您46岁的那一年 对 那就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我有一个到美国去学习的机会 那么当时呢 就是我经过仔细的考虑 决心改行 学管理 有很多人就不理解 是 说你 那化工界已经小有成就了 你去度个金 回来将来你前途无量 是 管理那东西 资产金那套能用得上吗 我当时确实说 我说 我原来也是个科技救国论者 认为只要科技强了 中国就能强 那通过文化大革命 我感到不是这么回事 没有好的管理 再好的科技人员 也发挥不了作用 你看那时候很多 著名的科学家都到农村 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 对不对 那怎么行 所以我就决心改行 要学管理 这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知道读MBA 无论是你对外语的要求 对计算机的要求 对美国这个历史 美国的商业经济的了解 那和你学化工是完全不一样 相当大的挑战 当时 对 那么您的父亲 承受我在您的这个一生当中 对您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他的威人 他这个人就是我十二岁那年 我请他我拿个纪念册 请他给我提词 他提了四个字叫自强不息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写照 你想他是他比我更早出道 可以说是十二三岁就当记者 小记者 然后呢没有读过中学 竟然就到北平上北大 因为当时他虽然没有读过中学 他的文体比较好 所以得到陈独秀的欣赏 当时陈独秀在北大做文学系主任 我现在就让他去读 可是他呢没有上过中学 所以当时就只能让他 他考英文不及格 他英文不行 就只能让他旁听 结果他给蔡元培写了封信 就是说我还是 就希望还能够继续读 就旁听了一年才转正 所以他毕业以后 靠自己的力量 创办了世界日报 世界晚报 世界话报 正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路口桥事变发生 他不愿意当汉奸 他就走了 当时他的事业是 除了北平有这三个报 上海还有地报 南京还有民生报 他这个确实是 当时是如日中天 但都扔掉了 到香港办力报 日本占领香港以后 他又到桂林 办新闻专科学校 日本占领桂林以后 他又重庆办世界日报 然后又回到 看看胜利以后 又回到北平 办世界日报 世界晚报 北平解放前夕又扔掉 所以他一生可以说是 不断地跌宕 他本来的志愿是成为 中国的报业大王 但是因为中国当时 历史情况 他不可能 但你看 他到六十岁时候 到台湾 又兴办了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就现在实行大学 所以他一生这个精神 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且另一方面呢 他是坚持这个 新闻工作者的这个原则 最有名的就是 他跟汪金卫的一场官司 对吧 当时汪金卫手下的一个处长 行政处长 还是我母亲的亲戚 有贪污 他在报纸上揭发 出路的汪金卫 把他投到监狱里 关在监狱里 当时有人就说 你只要向汪院长道歉 就可以放你 他坚决不干 那么等到最后 人家来跟他说 他说 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 他汪金卫 不可能一辈子当行政院长 所以就他这种 坚持这个新闻记者的 这种精神 我觉得也是 使我很感动的 就是 所以我想他留给我的 就是一个自强不息 这样一个精神 是 看来父亲对您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对 崇元长 我知道其实您有一个外号 很多人都把您叫做 中国的风险投资的 这个事业支付 那么您觉得 80年代那个时候 您是为什么说 会想要把这个风险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引入到中国来呢 这个也有原因 因为我在化工部 我开始在研究院 然后1973年 我到部里头的就是管理 这个科 从事科技管理工作 我就感到就是 我们很多科技成果 它没有办法去产业化 研究完以后 拿个报告就完了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得不到 这个资金各方面的支持 所以到美国学习的时候呢 正好有一门课 就是叫小企业管理 其中教这门课的老师 叫Sulheimer 我还记得他 他是就讲到风险投资 我一听就觉得 确实美国有这样一个机制 就能够扶植科技成果 转化成为产业 所以当时我是非常有兴趣 除了听课以外 我还去访问了一些 这些风险投资的公司 所以我回到这个国内以后 我在化工部科技局工作 还是做科技管理 所以我就非常想 把这个东西引到国内 然后2007年 我有一次机会 到有些人做访问学者 就专门研究风险投资 有三个月 我又对一些风险投资的公司 做了一些调研 那次就了解得更深了 所以回国了以后 专门给部领导写了一个建议 但是当时呢 中国的风险投资条件不成熟 因为也没有资本市场 因为很多人的概念都没有 对风险投资的概念都不明确 刚开始的时候 您会遇到了哪些这个挫折 哪些阻碍 当时就是推不动 就是没 尽管我写了报告 但是没人理这件事 一直到1997年 就是我当时参加了民建 当了民建中央主席以后 我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98年在全国政协 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一个建议 就是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建议 这个建议被评为一号停案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中国的风险投资 就比较快的发展 那时候条件 因为条件基本具备了 就是中国已经有了资本市场 那么很多研究单位和大学 都希望他们的成果能够工业化 很多企业也希望能有新的创新的成果 新闻媒体界也非常支持这个概念 所以各方面的条件具备 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 所以媒体给了我这么一个桂冠 实际我觉得应该说 我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 积极地促进者 这可以这样说 致富我觉得我并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中国院长 我们知道其实 最近一段时间 那么很多这个 大家都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了 这个欧债危机的这个问题上面 那么很多人呢 其实都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了中国 觉得中国呢 应该出手相救 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我说了 我说过 我们跟欧洲的关系很密切 欧洲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对吧 那当然我们希望欧洲好 不希望它出问题 对吧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中国的力量又有限 中国GDP只不过是世界8%左右嘛 对吧 所以我们也没有力量去 去救欧洲 对吧 就是去把它整个包吻过来 这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尽一点微波之力 所谓尽一点微波之力呢 一个就是通过这个IMF啊 通过这些国际机构 大家我们参加一份 另外就是我们加强 欧洲之间的合作 只能是这样一些办法 当然有人说中国 这个欧债需要 当时说需要1.8万亿 美元就行了 中国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 你只不能救 我说那不能这么说 因为中国3万亿外汇 不是说放在这儿的 有的买了 一半是买了美国的国债 对吧 我不可能把美国国债卖了 去救欧洲 这不可能的 美国也不干 对不对 所以总体来说 中国对欧债危机呢 是我认为是抱着一种希望 它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也应当是尽力 做一些救助的工作 但我们不可能 去英雄救欧 这是不可能的 是 是 那么以您个人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欧债危机 如何才可以解决呢 欧债危机 所以我今天演讲里 我说的根本的问题 是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它的劳动生产率 支撑不了它的高福利 和政府的高度的开支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只能是借钱来做这种事 而且它借钱呢 是老的债还不了 它去借新债来还老债 它就这样滚动的办法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可能你没发生问题 但是一旦金融危机来了 没有人借给你新债了 这马上问题就会暴露 因为那老债到时候就要还 你就还不了了 所以它只能向欧洲央行 向IMF求救 但是人家再借 就这些借给你 它必须有条件 就你必须要紧缩 你的 你必须要紧缩你的经济 降低你的福利 对吧 才能够有钱还 否则的话谁肯借给你 所以欧债危机的最根本的 我认为是它的这个 它创造的财富 不足以支撑 它的福利和它的政府的开始 是不是 另外您觉得 目前的中国经济 在经历着一种 什么样的调整 中国经济呢 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 是发展比较快的 但是这种发展呢 它是依靠大量的投资 依靠外贸 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 在经济危机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有问题的 对吧 因为你大量的投资 带来的副作用 就是产能过剩啊 产品积压 投资效率的降低啊 环境问题的增加啊 等等 那么你依靠外贸呢 当经济危机以来 外需减少 你这个就外贸 可能对你的经济发展 还起负作用了 对吧 我们GDP 在09年GDP 外贸的贡献 就是净出口 干净的净 净出口 外贸负的负的3.6 对不对 所以看来这种 经济发展的模式 是不能够继续 可持续的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 必须要转变 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 是 那么您觉得 在做这样的一个 转变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 当然 就是 做这样的转变的时候 肯定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阵痛 但是你必须要做的 因为你做这样 转变的时候 你必须有些落后的产能 要淘汰掉 对吧 你必须要去找 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你 就是我说的 就是你要做三个外转类 就是从 过多的依靠外需 转向更多的依靠内需 但你要依靠内需 你就要提高人民群众收入 让大家能够消费 让改善社会保障 这样的体系 让大家敢消费 提供更多的产品 新产品 大家愿意消费 对吧 那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不能再搞 外延式的增长 就是说靠做加法 我要增加能力 就加一套装置投资 而是要做内涵式的增长 就是说靠提高劳动生产率 靠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靠加强管理 降低环境成本等等 你像劳动生产率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 是每人每年创造八万块钱 那么八万块钱你想 除了交税 除了企业的流程 各人再分这三部分 对吧 这三部分 你就不可能提太高了 是 因为你总共在这样子 如果你能像美国这样 能够到每人创造四十万人民币 相当于四十万人民币 那你这个就多多 当然这个不是一句话 这需要人们的创造力 需要人们的积极性 需要有技术的更新改造等等 是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依靠的 不能老想 依靠游会政策 依靠外资 而依靠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这三个外转类 就是从外生 第三是从外生型动力 转向内生型的动力 这三个外转类要做到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 可能就会能够比较好的转变 但是这个东西往往比较难在哪呢 就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 因为都赚钱往上 形势不好的时候又不敢动 怕一动了以后增加事业 增加问题 所以我就说在现在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要壮士断腕的精神 必须要能够忍住震痛 才能够真正转变 否则的话还是很难 是 随着近来像中美贸易的不断增加 您觉得对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第一 中国尽管发展的比较快 但是我们的基数比较低 对不对 到现在我们占世界GDP 还不到百分之八 对吧 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一样人均 说我们更低了 对不对 我们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 对不对 按人均算就更低了 中国的整个的发展程度来说 还是支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有必要去渲染 这个中国的威胁 实际中国也无意去挑战美国 我觉得这也是很明显 所以但是美国因为是选举年 总得要找一个替罪啊 要找一个要找一个说事的 是 所以就拿中国来说事 是是 乔委员长今天非常感谢您 在百毛当中呢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也祝您这一次在美国执行呢 万事都非常的顺利 谢谢 那同时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